大家在買電視機的時間 很多時候都會先留意畫質 但事實上當你買了電視機回家的時候 那部電視機除了是你一個娛樂的中心之外 其實對你日常的家居生活都幫到你很多手 可能大家不知道現在的電視機已經可以和你很多的智能家居電器連結成在一起 你在操作的時候就會方便很多 如果你不清楚的現在我和你做一個示範 現在市面上買到的電視機 就以LG的電視最早支援IoT的功能 如果大家在家裡都會有LG支援FingQ的電器 就可以透過電視機做到一個操作 只要去到這個居家設定畫面 你就會見到 同一個FingQ Network裡 你的電視機用品是可以用得到 譬如現在你會見到 有一個家裡的空氣清新機 或者是一個睡房的抽濕機 是會操作中的 你只要入到裡面就可以控制你的電視機用品的操作模式 或者如果是風扇的話可以控制你的風速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至於FingQ如何設定呢 現在我就和大家示範一下 首先你可以用你的智能手機 無論是iPhone或者Android手機都可以 下載一個FingQ的APP 在這個APP裡 首先你要開一個 你自己的LG的FingQ的帳戶 開了帳戶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個介面裡 加入你需要的電器用品 譬如我現在已經有兩個電器用品 加進去 如果我想再加一個新的電器用品 只要按這個加好 選擇你是一個什麼的產品 譬如是一個空氣清新機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走到空氣清新機 按一下Wi-Fi連線 下一步就用回我們的手機 在我們的手機裡面 你可以找到Wi-Fi Wi-Fi就會自動掃描 原來這個LG的空氣清新機 已經開啟了Wi-Fi 它的SSID就是LGE-AIR-D3-B7 我們先選擇它 而它的密碼就是D3-B7兩次 留意它的大世界 當我們加入了之後 我們就要把我們現在 家裡的Router用的SSID 抄送到電器上 完成了Wi-Fi的設定之後 我們在這個FingQ的APP裡 就會看到空氣清新機的選項 除了可以看到空氣清新機 現在的操作情況之外 進去之後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APP 去遙控空氣清新機的操作 完成了剛剛 在手機上的設定之後 我們去回電視機的 居家設定畫面裡面 我們只要重新重新 再重新一次 你就會看到我們設定了的電器用品 我們也可以透過電視 去看到空氣清新機的操作情況 以及我們可以改變它的設定 如果我們在看電視節目的時候 我們不想中斷這個節目 但是我們又想看看這個電器的操作情況 或者做一些開關的動作 可以怎樣做 只要我們在這個遙控器上面 按一下空 接著我們在這個 居家設定畫面上面 等一等 它就會有一個SWC 在這個情況 我們就會看到 原來有了電器 我們是沒有開的 例如我想打開空氣清新機 只要我按一按 又或者是睡房的抽濕機 我想打開它 也是開頭一按 那我們就可以遙控 開了房間裡面的電器 LG的OLED電視 除了剛才我們示範的FingQ的IoT功能之外 其實它也支援這個 OCF認證的IoT產品 將來如果你買到有其他牌子 以支援OCF認證的IoT產品 亦都可以透過剛才的方法 將它們連接起來 使用起來就會更加方便 如果你想在你的電視裡 加入你自己用的藍牙耳機 方法很簡單 只要你在設定 聲音裡面 電視就會自動掃描你的藍牙耳機 舉例我們用AppleAirPod 只要我們在AppleAirPod的充電盒裡 按一按藍牙連線鍵 我們便會找到這個AirPod的設定 然後便會連接到線 其實除了AirPod Pro之外 或者AirPod的產品之外 其他的藍牙耳機都可以用這種方法去連線 現在只要買指定型號的LG OLED電視 都可以獲贈AppleAirPod Pro 你可以用在你的iPhone之外 亦都可以用在你的LG OLED電視上 是不是一舉兩得呢 LG OLED電視 今年亦都加入支援AppleAirPod2功能 對比起第一代的AirPlay AirPlay2可以投射你的畫面 由iPhone去你的電視機 操作很簡單 只要我們在iPhone上打開Apple TV的App 選一套我們想看的電影 又或者是Apple TV Plus的連續劇 在播放期間 我們會看到畫面的左下角 有一個AirPlay的按鈕 卡進去之後 我們會看到有LG電視的選項 只要我點一下它 等一等 LG OLED電視 就會顯示我們剛剛正在看的畫面 而現在播放的畫面 就會支援Dobby Vision的4K畫面 這個畫面就會比起我們在Apple TV上看的效果好很多 剛才跟大家示範的幾個LG OLED電視的功能 是不是很實用呢 其實不止的 LG OLED電視 今年還支援了Apple的HomeKit功能 只要你有一個iPhone 就可以用Siri去控制電視機 Hey Siri 幫我關掉客廳的LG電視 好 他們已經關掉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如果你都有LG OLED電視 都可以試試剛剛我說的幾個功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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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